一年前,95后台湾女孩陈芳宇来到母亲的家乡甘肃兰州探亲 令她意外的是,经过一年的相处 她喜欢上了这个地处西北的内敛城市 决定留下来择业 此次来兰州,陈芳宇参加了兰州新区的线下大型招聘会 向几家企业投递了简历 期待成功入职成为一名向外界推荐甘肃文化、经贸的年轻人 日前,她在招聘会现场向记者介绍 自己所投递的岗位类型是企业宣传专员 在她看来,该岗位能接触到大量形形色色的人 有助于她熟悉这块热土上的风俗人情 也有利于她未来的人生 陈芳宇坦言 相比十多年前来到母亲的家乡 如今兰州的变化很大 给年轻人的机遇也更多 作为陈芳宇的母亲 张俊梅全程陪同着女儿参加线下招聘会 她认为,这对女儿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磨练机会 新时代年轻女性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非常支持她在兰州就与创业 我们家的女儿,既对台湾了解又对大陆了解 这样子的话,她可以为咱们台湾跟大陆的一些 怎么说呢,事业啊 所有能做出一些贡献来 我觉得像孩子这个 因为她这一批大学毕业的 很多在台湾现在就业也不是那么太好就业的 就是进电资产啊,进这些 同为95后的刘吉泽是陈芳宇的男友 在此次招聘会中 作为兰州人的她 也想留在家乡找一份自己喜欢对口的工作 以此来为自己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陈芳宇最后表示 希望未来自己能成为两岸年轻人沟通交流的桥梁 互通和分享两岸最新资讯 为两地的年轻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所在地兰州新区 是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 2021年,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超20% 增速连续五年,领跑国家级新区